昨天在树下以为能遮定阳光 结果今天早上发现 都有阳光 就我搭帐篷的地方没有阳光 早上的话 我在帐篷里面煮点米饭 然后用这个小菜 下饭 这就是帐篷门前的广阔的农田 现在这边终于能打到一点太阳了 行李已经说好了 准备出发了 挺晚的了 已经下午了 12点多 美丽白雁花 白雁花镇 我们现在离开小镇了 好大的一个起伏石塔呀 感觉有个十几层 大九层 这里还有一个火车道 欢迎来到全国文明城市 包头 进入包头境内咯 哎呀路都变宽了 到乌和浩特只有198公里了 来到三国武力天下第一的吕布家乡 包头 包头在以前叫九元 在中国古代人们抱姓名一般喜欢加上自己的家乡啊 如果吕布在那个时候应该叫古乃九元吕布 而现在就是我乃包头吕布 像现在在中国改过名的城市有很多 有的人觉得有一些名字改得很成功 也有一些人觉得改得很失败呀 水喝完了 这里有个超市 买瓶水喝吧 买了两瓶水 还买了一根冰棍啊 天气太热了 我最喜欢吃这个香蕉味的冰棍 还有三四十公里才能到包头的市区 这个火车停了 到包头市区喽 我们右边是包岗公园 这边是一个公司 包岗集团 站着翅膀的马 天马 各种各样的动物雕素 应该是十二生肖 刚刚过河来到包头市中心 城市很大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边 穿过去也要走个一二十公里 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什么露营地吧 这边属于康华的商业大厦 还有地下通道 乌拉优 刚刚说了一下视频 我发现包头有一个城市草原 就是城市中心的草原 就是独家的景色 就在我们前面不远 现在快晚上到八点钟了 七点四十六 我们到达那个草原 可能已经天黑了 还有八公里左右 先走着看 这边也是一个公园 面包头是公园还挺多的 现在导航的是奥林匹克公园 就在草原对面 现在夸了好大的风啊 现在夸了好大的风啊 哎呀 一公环岛 这边是包头是工人文化工 然后这边是个环岛 广岛也有红绿灯好像 比亚迪 现在比亚迪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车 一箱游可以跑两千多公里 塞汉塔拉城中草原 这边还不是啊 过了红绿灯才是 哎呦 还给我弄了一个自行车套 这边的话就是塔拉草原了 塔中 哦不对 塔拉城中草原 里面是可以骑自行车的 看这个云非常有质感 里面还有一些蒙古包 去看看今天晚上的露营地吧 奥林匹克公园停车场 免费上班 我有门家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有一个路 这个草原很大 都快天黑了 还是尽早的去那个露营地看看能不能搭帐 现在地雨滴了 看一下天空当中的乌云 晚上在这边找到一个公园的停车场啊 对面就是奥提 现在这里没什么人 晚上就更没人了 到城市了 我们还是点个外卖吃 哎呦 饿死了 应该下午 到包头的话就在前面吃个饭 不应该又骑到这里找露营地再吃了 买的是一个套餐啊 还有一瓶饮料 沙吉之饮料 我觉得还不错 比一般的汽水要好很多 一个榨菜 一碗米饭 点的是一个水煮鱼啊 水煮鱼 分点还可以 主要我点的是大份的 怎么打开的 好像还可以 真饿了真饿了 赶紧吃饭 这个是叫巴鲨鱼 底下有一些蔬菜啊 嗯 沙吉之还可以 这龙里鲤鱼就一个好处 没有吃 还有木耳 挺正乌 挺正乌 主要这边天黑的晚一点 然后吃晚饭就弄得很迟啊 现在晚上9点钟了 可能相比自己做的话 可能还早一点 一般自己做的话 都得9点多 10点钟 吃完饭就11点了 吃完饭把帐篷搭好了 现在有点低雨滴 其实下午就好像低了一些 往上现在跌的大一点了 然后再把帐篷弄好吧 好像这边的这个 有 能听到雨滴打在帐篷上面的声音吗 看 应该问题不大吧 先出去把那个车子上面的包给他照一下 不然的话淋的都是水 这个雨下的真的还蛮大的 哎呀 帐篷都湿了 看一下这雨下的 这个树下面稍微雨点小一点 我这个也在树下面 稍微好一些 这外面的话地都已经湿掉了 哎呀 雨滴的话也是能看见 应该也就只能下个两三个小时吧 现在已经晚上的快12点了 准备休息了 今天从那个小镇边上的一个 小树林吧 出发的 起来大概五六十公里左右 来到了现在的包头市的市中心 这里是包头市的奥林匹克公园 最近几天骑行 从巴烟脑尔出来骑行的话 路两边的话都是绿色的这种农田 跟之前骑行在戈壁堂当中是完全两种体验 这边怎么说吧 你要说方便吧也不也方便 你要说不方便吧也不方便 方便的是 路上的城市乡镇比较多 这样的话我们购买物资 比方说买菜买水 这些都不用担心 而不方便的是 我们找露营地 比如说找露营地做饭 这种就很不方便 根本就找不到什么 就是说适合露营 适合做饭的地方 怎么说吧 就是有利有弊 这里的话距离内蒙古的首府 乌河浩特 还有170公里左右吧 走的快的话两天 走的慢的话三天 然后之后的话就离北京很近了 路程的话也没有太多了 最多也就几百公里了 也就大概在这个月最多最多到月底吧 如果快的话可能 半个月之后也许就结束了旅行 好了更多的总结性发言 我们就留到北京 再做总结性发言吧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